繼續回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今次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依然有Jason為大家解答問題 你好Jason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想問Jason 不要等了,立即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腦地址是askfbstrannel.com 恆生指數最新的跌幅收窄了少少 跌159點,做21,391點 成交額方面有460多億 期指跌88點,高水14點,做21,406點 成交量方面61000多張 國企指數跌103點,做11,725點 再看內地股市方面的走勢 內地三大指數最新都是全線上升 上證組合指數升6點,做2410點 互深300升9點,暴2606點 深淨城市升56點 今天收報在9918點 看到三大指數今天的升幅 是介乎0.28%至0.57% Jason,今次回來 都想和你去談談 比較有趣的消息關於鐵路部 其實大家都知道 鐵路部一直是面對很多嚴峻的問題 它又負債,又沒有錢去蓋它的基建 而最主要其中一個問題 是存在說裡面的官員在貪污 也看到新聞說到,有很多已經被人拘捕了 亦一直在傳說,鐵路部要進行一個大的改革 但一直都未見到起色 但今天看到一些新聞又出來了 好像真的說改革有些起色 將鐵路部拼入交通運輸部 會變成一個整體的國家鐵路管理局 去管理整個鐵路部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一點 他就說到,之前鐵路部的錢是他們自己管的 全部承擔資產角色 如果改革之後,會廢除他們的權力 如果真的這樣說的話 會不會短期或未來來說 真的對鐵路整個板塊振興一點點 這是一個比較長遠的改革方向 絕對是同意應該這樣做的 始終你看回上幾年 內地都有不少一些所謂交通 特別是鐵路方面的事故 上年溫州動車的傷狀 我相信大家都很記得 大家當時都說是一個意外 但之後經過一些調查 有些消息都傳出 會不會都是因為在維修、保養 或者監管方面做得不好 令到這個意外出現 當中亦都在傳 會不會因為本身鐵路部有些人 可能是收了一些黑錢 受賄之下 令到監管方面做得不好 或者批那方面的 批project方面的程序出錯 這些其實大家都要關注 因為始終國內的交通網絡 我相信鐵路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無論是高鐵系統也好 或者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成績軌道都好 都應該會是大力發展的 但如果你說接下來的監管問題、貪污問題都不能夠改善得到的話 我相信要大力發展這個行業就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真的要發展鐵路或者發展這個大型的基建的話 相信鐵道部或一個這麼臉腫的部門都必須要改革 你說將它和交通部的方面合併 由交通部去到管理 我相信都是一個可行的方向來 但始終這件事都牽涉不同部門 不同人與人之間的一些利益的衝突 是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在短時間之內解決就解決 說去改革就可以改革得到 我相信還是要一段時間才能夠做得到這件事 再加上你看到鐵道部比較短期面對的問題 都是一個所謂資金的壓力 雖然說上年年底開始都見到中央政府都有一些措施出到來 就是支持鐵道部方面去到發債 甚至乎是直接注資給這個部門去到 就是起一些之前停工的項目 但是由於你說本身這個部門裡面 都還是有很多的貪污的問題的話 就算你注了錢進去了 或者能夠成功集到資也好 但是會不會都有很大部分的金錢是被人貪污 都是沒有了的 如果你說資金進去到不到位的 一些本身停工的項目都不能夠建立的話 對於那個問題來說都是挺嚴重的 但是都希望有這個改革的方案達成了之後 或者中央官員對於整個鐵路的興建 或者一些項目的審批方面都可以加強監管的話 其實對於整個行業來說都是一個正面的方向 鐵路股份其實由上年的年底 我都開始是看好的 大家就不能夠再將那個焦點停留在可能是一年之前 一年之前 由於中央方面都是實行一個宏觀調控 收緊銀根的政策 都令到很多的基建項目是沒有錢 就停了下來 但是今年既然銀根開始是放鬆 和鐵道部可以開始發債集資的話 我相信整體的鐵路發展、基建發展 接下來都應該有機會可以恢復一定程度 鐵路股份今年至起碼上半年裏面 我都還是看好一點 好 我們跟大家再跟進一下 整個基建鐵路板塊的走勢 中鐵建最新是跌接近3% 報6.31 中交建跌超過2%報7.72 中國中鐵是跌接近1%報3.17 中國南車方面是跌得比較多 跌接近4%報5.79 南車時代是跌超過3% 有3.5%報3.17.94 剛才Jason也說 今年整個板塊來說 股價走勢都不是看得那麼差 看到它都升了一段時間 如果持貨投資者現在可以怎樣部署 而如果沒有入貨的投資者 可不可以說短期之內炒轉 如果你說短期就等它再整股多一層 但實際上以股價前景來看 我相信下跌的幅度不應該太大 當然你說國家的政策 或者接下來的銀金方面的放鬆力度 都很關鍵 如果你說接下來整體放水的力度 都是大過或者叫快過預期的話 對這個板塊都是一個非常正面的消息 如果你說要買的話 我都建議可以買一些叫做國企 包括中國中鐵 又或者中國鐵建這兩隻 整體的規模都算是比較大 而且始終屬於國企的話 他們要錢 我相信中央方面都會支持他們去到融資 所以整體的風險水平就相對較低 反而如果你說是買一些民企 例如中國戰能交通等等 這一類所謂基建相關的股份 整體的風險反而是高一點的 謝謝Jason 還有少許時間 Jason和你去討論一下 就是煤這個板塊 其實之前都有討論過 就是煤價一直看到有下跌的跡象 最近有些消息說煤價下跌 那個勢頭可能會有緩和的跡象 為什麼呢 看這些數據 好像說一月內地的原煤產量是減少有關的 一月的原煤產量只有2億5千萬噸 同比是減少了超過9% 再加上有消息說 受到煤炭進口進一步減少 以及出口的增加 接下來煤價應該會否升上一點 是呀 之前都在怕中央方面會對於煤炭的價格 無論是合約煤也好 或者是現貨煤也好 都有個限價的措施 不讓他們加這麼高 但是都看到煤炭的供應商 就是煤企來講 都有些應對的辦法 他們就見你既然不讓我加價 或者價都不斷跌的話 索性就不生產那麼多 利用限制產量 來達到價格是可以有回升的一個目的 所以之前其實大家都擔心 會不會對於煤炭這個行業 實施限價零底下 會令到整體的供應反而會減少了 我相信暫時看回這個月 煤炭價格之所以的價格是穩定下來 都是因為那些煤炭商 在減少了產量 究竟這個趨勢會不會持續呢 大家都要留意 我自己對於煤炭價格來說 就不會看得太淡 就算它跌也好 那個幅度也可能是介乎5%至10%左右 所以你說煤炭股 真的有一陣調整 是跌了下去 可能是大概5%的話 我覺得是小處吸納 都是模仿 我們又看看煤炭股今天的表現 看到中國神話是跌了2毫子 補35.6 煤洲煤是跌了6仙 中煤能源跌了8仙 恆鼎是跌了7仙 首幹資源方面是跌接近1% 是做3.2毫3的 都看到煤炭股今天都是全線下跌 我們這些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依然有即場教導資 有問必答的環節 繼續有Jason為大家解答問題 大家有任何問題 繼續打電話幫我們 休息一會 稍後見